好 我想这个人物呢 我们刚刚见的Lyra拖到场景中 另外还需要将这个Auto自动控制玩家零 把它给打开 好 这是我们之前的内容 讲的比较快一点 好 我们点运行看一下 你会发现还并不能动 对不对 这是我们之前的老问题 我们因为骨骼还没有绑定这个动画 也没有做这个动画难图 好 我看一下 怎么来完成他的骨骼的修改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用小白人的动画 因为小白人的动画在商城里面 然后包括动画初学者包 里面有大量的动画可以使用 所以我们尽量要把它做成跟小白人一样的骨骼 如何来呢 这个人物他使用了的骨骼在哪里 在这个MetaHuman Common common的这个female里面 female female里面的这个medium中等身材 longer body 好 所有的人 这里面的所有的人物都其实都是共用这一个骨骼 我们把这个骨骼打开 可以通过这个角色 谷歌 所有层级 把这个所有层级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谷歌啊 然后我们选择重定向管理器 然后在重定向管理器里面 这里有个选择绑定 选择人形绑定 然后将 这个是小白人的骨骼啊 但是呢 这个MetaHuman的骨骼有一点点不同 我查了你看那个官方的资料 这不同就是 他这个spine1要对应的spine2 然后这个对应spine3 然后这个对应spine4 这个是唯一的不同啊 其他地方都一样的 而且这一个MetaHuman的骨骼呢 它会比较复杂 就是每一根手指 然后包括脸部有更多的这一个关节 所以 呃 这个地方只需要改2234 123对应的234 啊 就就OK了 那我们保存一下 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个知识啊 我们的人物 呃 同样的还是在这个MetaHuman common里面 我们找一个东西叫做 重定向retarget retarget 呃 他是男 男人啊 呃 先找retarget 找到一个文件 你可以看到 FF代表女性 medium代表中等生产 呃 medium代表中等高度 然后那个normal NR 就是normal normal weight 中等体型 overweight 就是过胖 好 找到我们适合这个人物的这个retarget pose 在哪里呢 呃 我们是男性 是吧 所以呢 找到M开头 它大概是个中等 中等身高 然后这一个正常的体重 好 我们选择好这个文件 然后再到这个谷歌里面来 将它的知识 换成我们 刚刚选择好那个啊 选择好那个 然后点导入 然后再点保存 好 这样子呢 我们这一个 呃 基础工作 我们再点保存 然后再 说一件事情啊 就是 再看一下这一个 谷歌的 刚刚把它关掉了 在这个 fuman normal body 里面 暂时打开这个谷歌 在这个谷歌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谷歌数 另外呢 把这一个叫做什么呢 显示从定向选项 把它给打开 需要改一样东西 就是把这个 Pelvis底下 所有的 设置都需要什么 从定向到谷歌 所有东西都变成谷歌之后 然后把这个Pelvis 改成动画 好 这个步骤很重要啊 要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把 正常的用这个小白人的动画了 好 全部搞定之后 我们再点保存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来使用小白人的这个动画了 我们可以首先将小白人的动画难图啊 动画难图给弄过来 因为它里面已经有基本的这一个 走路 然后包括跳的一些 难图了 我们把它定向过去啊 在这个ManiculeAnimations里面啊 这个之前我们经常也之前的课程里面经常讲到这一个啊 右键重定向 重定向过去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 metahuman的这个谷歌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替换这个ThirdPerson 换成这个叫做Lyra 修改一下位置 放到我们Lyra的Animations目录里面去 好 这个时候再点重定向 就能够全部过来了啊 全部过来了 嗯 然后呢 同样的方式到我们的人物里面来 再加网隔体 这个地方使用动画难图 选择我们的Lyra AnimateBP 啊 这一个 好 你会发现呢 他人物已经有动画了 但是脚有问题 对不对 下面我们还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下面这四个 也要使用动画难图 这个呢 已经帮我们做好了 就是这个叫做Animate Preview Attached Instance 这个是原人类 Matthewman已经提供好的 好 有了这个之后呢 啊 我们人物就OK了 编义保存 我们再点运行 就发现啊 可以使用小白人的这一个动画了